觀眾朋友 你好 我們今天要說一個 應該會讓所有人 都非常憤怒 甚至非常恐懼 以及非常無奈的一個議題 台北市今天上午的時候 在台北市內湖區 其實是在捷運站旁邊 也就是在西湖國小旁邊 一名四歲的小女生 非常活潑可愛 讓人家又愛又怜 甚至又生氣的 這個年紀的一個小女生 他跟他媽媽一起走在路上 要去接他的阿公阿嬤 可能是要一起去吃飯 他母親呢 是跟在他的後面 而這名四歲的小女生呢 是騎著叫做滑步車 就是沒有那種踏板 小孩子在剛剛學腳踏車的 那個階段 很可愛用腳這樣登著 登著的那種車子 他卡在人行道的時候 一名三十三歲的男子 拿著一把今天早上 才購買的菜刀 用極其殘忍的方式 殺害了他 這是台灣應該是犯罪史上 非常非常嚴重殘忍 泯滅人性的一個犯罪手法 但令人更為恐懼的是 這幾年來台灣一直在面對 所謂的無差別殺人 也就是隨機殺人的案件 被害者跟加害人 毫無任何關係 他根本不認識這些人 特別是毫無反抗能力的 弱小幼童 選擇這樣子的一個對象 作為殺害對象 而目前這個嫌犯 在當場就被建議 勇為的民眾所壓制 警方立刻逮捕 目前得到的資訊是 這一名三十三歲的男子呢 第一個長期失業 在家是叫做所謂的啃老竹 第二個他之前有所謂的 吸毒毒癮的紀錄 他也是台北市警局 列管的吸毒人口 他之前有所謂的就醫紀錄 而目前台北市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的說法是說 儘管他有就醫 儘管他曾經在這樣的一個醫院 做過急診 但不代表他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而松德醫院也表示說 他並沒有領有所謂的身心障礙 也就是精神障礙的 這樣一個手冊 為什麼他會做下這樣事情 而對所有的家長來講 當然今天除了說極為憤怒之外 恐怕更多的情緒是極為的恐懼 因為毫無警訓 父母並沒有離開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就在距離他的母親 一公尺之外 隨手可以保護的小孩子 可是就這樣子消失在人間 而嫌犯至少在當時 看不出來有任何的異狀 他把他的菜刀藏在他的包包裡面 對所有的家長來講 這個社會真的病了 可是到底病在哪裡 今天有非常多的討論是說 包括說是不是要判處 所謂的唯一死刑 是不是要對於所謂的加害 這樣子一個肉小幼童 處於急刑 這當然是有不同的討論 可是更嚴重的問題是 為什麼臺灣有越來越多的人 是會用這種泯滅人性的手法 去殘害如此幼小的幼童 今天來談這個題目 以及我們希望逝者來討論 是否有可能建立所謂的 有效的社會安全網 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臺北市議員王侯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歡迎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的副教授 謝文彥協老師 大家好 大家晚安 謝謝 東吳大學諮商中心的主任 姚淑文耀老師 大家好 待會包括王維鈞兒童全運 促進協會的理事長 以及精神科醫師 潘建築 都會到現場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我們先來看看 今天上午所發生的這一區悲劇事件 看到神傳會衣 頭戴安全帽的男子走出來 民眾衝上前就是一陣追打 場面混亂 會這麼群情激憤 就是因為這一名33歲的王姓男子 在今天上午11點多 持刀砍殺一名4歲的小女童 年僅4歲的劉姓女童 今天上午騎著滑步車 和媽媽一起出門 要到捷運站迎接弟弟妹妹 和外公外婆 結果小女童的滑步車 在路上卡住 無法前進 媽媽以為嫌犯要來幫忙移車 卻沒有想到竟然是用刀子 當場朝女兒脖子猛砍 直到目擊民眾來幫忙 才制止這一名嫌犯 但女兒已經伸手異觸 不幸身亡 她去到那邊 就是那個嫌犯拿拿著菜刀 我似乎就把他菜刀搶下來 我們就把他壓制在地上 小燈泡跟我說 因為他很想弟弟妹妹 所以要去接他們 但是我很傷心 也很難過 我看不到他 他也看不到他的弟弟妹妹了 警方獲報後 趕往現場將嫌犯逮捕 帶回偵訊 初不了解他有毒品前喝 目前沒有工作 而他的父親表示 兒子曾因為情緒不穩就醫 但沒有金帳手冊 女童家屬不滿 質疑嫌犯想找藉口獲得侵犯 對家屬來說並不公平 嫌疑犯只要提出什麼精神證明 他們殺了人就沒有事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 然後關兩年又出來了 然後繼續犯案 那我們這些倒楣的家庭 然後怎麼樣 活該嗎 就該死嗎 警方也表示 其犯是在今天上午八點多前往內湖的大潤發購買菜刀 後來在西湖國小附近尾隨流性女童 不排除是預謀性的隨機殺人 至於具體的犯案動機違和 還要進一步的偵訊 記者曹英俊林之間王新中可以報導 不過就在剛剛台北市內湖分局 開了一個記者會表示 目前所掌握到的這名嫌犯的相關資訊 第一個是這名嫌犯 現在是沒有工作的狀況 之前有毒品前科 那這名嫌犯到案之後 也到嫌犯的住處去搜索 發現有筆記本 那記載的內容 不是一般正常人所寫的文字 感覺出來不知道 他在寫什麼東西 到案之後嫌犯公公稱說 他為什麼要做下這樣子 一個泯滅人性的事情 他說他要找四川女子傳宗接待 然後他說為什麼會挑四歲女生 他還是回答傳宗接待 不過非常重要的資訊是 檢方目前在快篩的結果 並沒有驗出有毒品反應 也沒有所謂的酒精的 這樣子一個反應 再來是內湖分局指出來說 在民國一百零三年的時候 這名嫌犯曾經對他的母親施暴 派出所曾經到案去處理過 然後發現這名嫌犯狀況很不穩定 有強制送醫 隔天之後回家 初步快篩的結果 沒有毒品反應 那不過尿液的檢體呢 再一次的送刑警局 會再去做更精準的送驗 那他是高中畢業 那曾經對母親施暴 這個我們剛剛談過 我們再來看看嫌犯的一些 比較重要的一些記錄 王姓男子三十三歲 沒有工作 有毒品前科 也是警方列管的人口 那嫌犯在之前無法交代案情 儘管剛剛有談到一些 但是看起來也許有人認為 他是那個脫罪之詞 也許 也許他在精神狀況 真的有些問題 不過目前沒有沒有沒有證據 或是有足夠的資料 這樣子去亂訂 不斷的胡言亂語 初步檢驗沒有喝酒 也沒有毒品反應 曾經急診過一次 說他自己曾經吸毒 跟家人是長途 衝突的 那之後出院 是不是有精神疾病 許多精神專家醫師都講說 不是這樣說得算 你要長期看 觀察 診斷 才能夠判定 不是說犯下這樣的事情 或是之前什麼樣的狀況 就說他有精神疾病 再來其他的這些內容是 精神狀況很不穩定 二零一四年曾經送到臺北市聯誼 松德醫院 可是松德院區講說 不是送來這邊 就是精神疾病 這是很重要的 不應該做這樣子一個連結 送來這邊很可能是吸毒 或其他的狀況 那很重要的是一個 確定的資訊是 他沒有精神障礙手冊 也就是沒有身心障礙手冊 這件事情 這個是資訊是他爸爸自己說的 再來是十年前 曾經參加過吸毒的烘趴 如果從這個資訊來看的話 他應該吸毒的這個歷程 應該有一段時間了 那鄰居表示說 他平常就很怪 會在公園的花圃燒紙 燒完之後呢 還會回家拿一杯水 把這個火錫 把它熄滅掉 三年前也拿刀子猛砍警衛庭 那過去曾經兩度抓狂 一次在家裡大吼大叫 一次到鄰居的家門口 狂敲鐵門 不過特別重要的是 今天資訊非常紊亂 那相關的資訊 可能還要再進一步 本燈警發再確定 那剛剛最後這一點是蘋果日報 去訪問他的鄰居所得到的一些資訊 我們歡迎第四位 第五位特別來賓 是我們首先是感謝兒童 權益出境協會的理事長 韋君姐今天跟我們一起討論 大家好 因為我們也感謝 萬方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潘建志 潘醫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潘醫師我們其實之前討論過很多次 隨機殺人案件 但當然讓人家心情非常非常非常 不舒服的是這個頻率越來越短 是 這個手法越來越兇殘 這件事情在犯罪或者是 我不曉得該怎麼樣定義 這個叫精神狀況 他有非常大的特殊性以及嚴重性 這種隨機殺人 其實是很罕見的案例 而且我們其實也不能講他是精神 就是精神疾病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精神疾病 我們精神人診斷有四百多種 那都已經幾十年上百年的歷史 可是這種隨機殺人現象 是最近臺灣是這十年來才有 以前也沒有 那這個是不是跟一些模仿效應 或是說跟我們現在 在這個社會的特殊文化或結構有關 這可能還要去研究 但是我們現在 因為這些兇嫌 十年來有七個 臺灣有七個 每個被抓到以後 就從此就關到監獄 與世隔絕 有的死刑 有的無錫徒刑 所以我們實在是不了解 這群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我們從他們的背景資料 可以看到那個共同的特徵 還是沒有變 大概我之前 我們到第五個案例的時候 其實他就可以歸類出來 兇嫌 年紀集中二十到四十歲 這三十二嘛 然後都是男性 沒有例外 女性不會犯這種案 男性 那另外就是說 大概都是失業或是有挫折 那大部分都很孤獨 甚至我們可以講是乳蛇 然後這裡面有精神疾病的比率跟吸毒的比例比一般人高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 那我們可以想說這種殺人案件 他是很特別的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一般的殺人說為了仇殺 為了情殺或是為了錢 他是為了他特別的什麼目的 當然我們大家很難理解 但是你看他殺人 他是故意挑小孩子 為什麼 因為他想殺人 可是他又不敢去攻擊大人 所以其實這些人 其實他們性格上有很大的弱點 其實很懦弱 他不是那種說 當流氓可以去跟人家砍來砍去 殺來殺去 不是 這他們不是那種反社會的 其實他們反而都是很會說很弱弱 然後他想報復這個社會想殺人 可是他要殺一個沒有辦法還手的人 所以他們才會挑 這個小孩子 所以那個心態 它是很特別 當然是非常扭曲的 對 我也要發覺對社會的恨意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用現有的精神疾病 就套在他們的身上 但是我相信他們的認知 他們的判斷一定有非常大的異常 才會做出這種殘忍的行為 這種人越來越多嗎 看起來頻率 這種行為發生的頻率 是好像時間越來越短 我們第一個案例是十年前 是 隔了好幾年才有第二例 可是你看最近這四年已經武力了 看起來發生的頻率有增加 那這可能有跟 也許跟媒體報導 或是大家談了 這種行為會有一種模仿的效應 比方說我今天對社會很憤怒 我要做一些報復的行為 以前也許有人去縱火 有人去破壞公務 就現在大家模仿變成是這種隨機殺人 那其實這個很糟糕 那日本之前也有發生過 日本總共發生了大概六十幾個案例 那臺灣會不會越來越多 那其實我覺得也有可能 謝老師 我請教一下 就是說我們該把重點放在哪裡 剛我們談到證明嫌犯的幾個重要資訊 長期失業 年紀應該也是一個重要 性別應該也是重要資訊 但是剛有談到有吸毒史 那他是吸毒的警方列管對象 是否是精神疾病 目前沒有辦法去認定 但是他有就醫紀錄 有就醫紀錄也不代表 他就是真的在精神上 是患有嚴重的疾病 我們可以說他是吸毒而產生的一個 不管叫做幻覺 或者是做出常人無法理解 甚至無法想像的動作 又或者是說前面那種社會挫折 導致他的反社會性格 才會導致他做出這樣子 一個明面人性的事情 到底我們該把討論的重點放在哪裡 我個人的看法 導致在這個案件上 不覺得吸毒是一個重要因素 我倒是覺得 他本身是一個多重適應障礙的人 他也是一個多重行為困擾的一個人 所以他有暴力史 他有吸毒史 他有很多家庭適應的困難 包括他長期沒有工作 所以跟家人就是經常處不來 他是一個多重失敗者 所以在這一連串 第一個沒有工作找不到工作 然後找不到自尊 找不到成就感 那不斷地否定自己 也被別人否定的過程當中 對於一個犯罪心理學家來講 他會解讀這樣的人 其實在整個社會生存上面 他是一個不斷在掙扎一個人 所以他在一個完全找不到任何一個自我意識 自我意義的情況底下 可能某一些做法對他來講是凸顯他的犯罪生存之道 或是從獲自由或是獲得宣洩或是找到目標或是找到價值的方法 比如說有一個叫Hellick 他這個精神醫學家 還有一個Katz 他是一個犯罪心理學家 他提到這些人有可能藉著不同方法來獲得他的生存價值 犯罪是他經常找到最好的方式之一 那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社會上如果很多這樣一個多重失敗者 在得不到整個社會的關注支持 那內在不斷在否定自己的時候 那他如何活下來 他如何繼續下去 在這上面他似乎被捆綁久了 他這個捆綁力到哪一天 他受不了或爆發的 所以我們在這上面導致 我覺得特別應該去注意到 累犯 再犯 這些長期被我們注意的人 我們覺得他是高危險群的人 我們會花很多時間注意到他們 防範他們去犯罪 可是另外一些 像剛剛潘醫師有提到 某一些人他是退縮取向的 他不一定攻擊取向的 退縮沒有自信 充滿無力感 可是他作為一個人的價值 他在裡面做奮戰的時候 他哪一天活出自己 有可能藉著犯罪都找到他自我 那這一群人是我們社會平常不會去注意到的人 不過謝老師你談到讓我會很害怕的一點是說 如果這一群人他犯罪的動機 是為了找到自己我存在的一個價值的話 更讓我害怕的是 不管說叫做失業 臺灣失業至少幾十萬起跳 或者是自認為自己是魯蛇 就連我都認為我是魯蛇 那022K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一大堆 如果犯罪並非因為吸毒 並非因為所謂的精神疾病 而純然是因為他失去了社會支持 而純然是他認為他被社會所遺棄所孤立 而必須透過這種產絕人寰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存在的話 那我們臺灣社會有多少個微爆彈 對啊 所以我覺得社會監督何在 社會支持何在 家庭監督何在 家庭支持何在 當這些人已經脆弱到極點 我們社會給他們些什麼 但證明王姓的嫌犯他是有父母親的 對 可是他跟父母相處可能不是很好 在這裡面應該有多重 包括他對家庭施暴 所以家庭給他的可能覺得 你一天到晚大概在家裡幹嘛 為什麼不去找工作 可能談不到五分鐘開始吵架起來了 家人對他幫助 其實可能到最後都困難了 這時候可能家人也沒別的 他都冤架不冤架了 可是在這裡面哪一些單位 可以在這裡面來關懷 這高風險家庭 其實還有很多方法 也就是說當社會支持 家庭支持力量不夠 社會支持能不能進去 當家庭監督不夠的時候 社會還有哪一些監督可以進去 然後包括能夠送某一些希望 給當事人 你一天 就算一天沒找到工作 可是你可以怎麼過火 包括你打林工可以 你們要找到一個 適合工作沒關係 我們慢慢找 問題是你有沒有在找 如果有 那我們肯定他 而不是一再 你只要沒找到工作 我們就拆毀這個人所謂的價值 維娟姐 我們其實談這個議題會變得 請你來會變得更為沉重 是說之前我們在談很多 對兒童權益 其實很多都是自己親近的人 或是自己親近人的那個 所謂的配偶或是男女朋友這樣子 至少他們都還有一些親眼關係 或是所謂的親疏遠近在 但我們現在談的是看起來 如果依照潘醫師跟謝老師的說法是 有一群為數不少的人 他們是自認為自己被社會所顧慮 而他所用的方式是去欺負攻擊 甚至叫殺害比他弱小太多太多的這種 有同 我想問的是說 我們現在遇到的一個問題是 的確我們看到出來 頻率越來越短 手法越來越兇長 我們很快 其實談這個都讓人家非常不舒服 零九年的時候 就之前說 說他認為是看了什麼漫畫 然後說那個 所以殺人可以轉運 所以就去殺人 那殺了他的房東 然後呢 在零九年五月的時候 新北新莊建安公園 又一個二十二歲的 那因為找工作不順利 就殺了婦人 所以你會看到說 要嘛就是殺妻兒 或是比較年紀比較大的 要嘛殺女性 那一二年四月的時候呢 又一個沒有工作的秋興男子 那有吸食毒品 殺了十四歲的國中生 然後再來是 就是之前我們討論的很多次 臺南唐姆熊的那件事情 他就是用誘騙說送你點數卡 然後就是誘騙男童 也殺害他 也是用割喉的方式 那當然等一下我們談那個 所謂的無期徒刑死刑 這件事我們可以再來談 我們再來看看之後的一些情形 臺南柳營在一三年三月的時候 也是所謂的吸毒之後殺人 那龍山寺 薑子翠 所以其實就是鄭傑這個案子 就是也是一個很年輕的 應該算小孩子 然後拿雙刀亂砍 再來是去年 其實在這件事情案子之後 柯文哲 柯市長就下令 臺北市所有的國小 我送小孩子去的時候 警察那麼多 就是因為發生這件事情 警察繼續在學校站崗 這件事情臺北市的北投區文化國小 這個嫌犯翻牆進去 隨機挑選小二的女童殺害 然後在去年七月的時候 又有所謂的在捷運中山站 去隨便砍人 當然任何生命的消失 都讓我們非常的懊悔 甚至憤怒 可是特別是對於小孩子 那個真的是無法接受 但情緒之後我們還是得思考 為什麼會一再發生 那又該怎麼辦呢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對於我 看到這樣的案件 都期待我能夠講出一番 要求重判或是判死刑的 這樣的一個言論 但是其實我對這塊 其實我是不想講的 因為我覺得他的意義不大 對於用死刑去嚇阻這樣的一個犯罪 對於理性的人來說 他是適用的 但是對於像類似這樣子 一些不理性的人 其實他在情緒的當下 他不會去想到 是不是因為他今天這樣的一個作為 他未來會被判死 那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從更前端 再去思考 類似這些 曾經有記錄過的 這樣的一個 在精神情緒上面有障礙 或是這個疾病的人 我們怎麼樣在相同的 兼顧他的人權的同時 去做一些比較積極性的作為 還有在橫向上面的一個 政府的配套的措施 我想這才是我們更應該要做的 如果我們只是在這樣的一個案件裡面 就是一直不停的要求 只是司法上的重判 孩子是回不來的 也無法去阻止未來事件的這個發生 那但是從這樣的一個事件 我相信全台灣的這個父母或是長輩 都會很擔心家裡有小小的幼兒出去的時候 因為這個這次的事件 是讓很多人的這個彼此的這個信任感 其實會有非常大的一個折損 因為可能有人要來扶你的小孩 你的小孩可能在公園可能跌倒 那有人要過來扶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母親和父親 會覺得說你到底要幹嘛 因為有今天這樣的一個案件 那我們怎麼樣避免讓這些父母恐慌 總不能讓他們都不帶孩子出門 或是不到公共場合 還是把小孩永遠都關在家裡 這不是一個解決事情的辦法 我們是不是能夠有更好的機制 在這樣的一個這些有這個曾經 有紀錄的這些人怎麼樣去用一個 更好的一個配套的措施 去讓他們在治療上面能夠更完整 我相信其實有很多人去 他在有這個精神情緒狀況的時候 曾經進過醫院 但是出來之後 其實有很多後續是不了了之的 甚至有一些比較暴力的 因為現在目前他只要是沒有一個 立即性的一個可能舉動的時候 那這些精神情緒障礙的人 他是必須要他的這個直系血清做這個簽署 他才能夠強制他去就醫 但是有一些這個家長其實他是有點害怕的 因為他怕他的孩子到時候出來的時候 或是他的家人可能會對他 對於你為什麼要送我去醫院 會做一些 文君姐你要說的是不是就是 如果他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而且他有暴力行為的話 就必須強制就醫 對 我覺得強制就醫 可能我講這個 我覺得他是有一個程度上面的分別 你強制就醫跟你是不是把他關在一個療養院裡面 那是兩回事 對 但是你強制他就醫 其實可能有些人一談到這個 就會說 那你這個精神情緒障礙的問題的人 是不是你就忽略他的人權 不是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一直在講人權的同時 像這樣子假設他真的是生病 你強制他就醫 在一個法令上面的規範 有一個完整的規範 你不但讓他的家人有一個喘了一口氣 就是他是經過這樣的一個制度規範進去 不是我簽了 要他進去 其實那也是社會協助 社會支持的這個網絡要進來 不過我等一下請教潘醫師 您是否支持這樣的一個說法 這個現在我們已經精神衛生法 規定強制住院 就是兩個精神專科醫師去鑑定 那是可以辦強制住院的 但是今天發生這個案例 這個這個兇險是不是符合到強制住院的那個標準 那還有疑問 那甚至有人是我強制住院 我不可能住一輩子 住一個月兩個月出來以後 他之後還是有可能會有同樣的行為發生 那老師你怎麼看這件事 好 其實我其實也真的很想問潘醫師 因為當其實臺灣的一個整個精神醫療的一個系統 現在目前到底我們能夠去醫治或是有多少的空間 可以去照顧這一群人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縱使我們有強制的一個住院的一個模式 可是我們有多少的一個當事人 其實當我們進到這個精神急性病房的時候 我們只有五天的流關 甚至流關的過程當中 只要當事人他在這段時間 他表達他不要住院 他是一個成人 甚至他的父母親都沒有辦法有這樣子的責任 認定他就是一定要繼續做這樣的治療 所以強制的一個就醫來講的話 他從原來的三個月到後來兩個月 到現在的四十天 甚至三十天他就可以出院了 而出院之後 是這個家屬的照顧過程當中 我如果沒有配合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公衛的一個 婦士去做一個整個的一個關懷的一個機制 其實家人也沒有辦法強制要求他後續配合 做任何的一個醫療 然後吃藥的話 其實他是沒有辦法穩定他的情緒的 所以我會覺得我們一定每一次都要出了事情 我們再去檢討所有的一個臺灣 在整個一個精神處遇的一個模式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我這邊也必須再說明一件事情 其實剛剛維軍姐也特別講到一個 我們在很多的一個所謂的一個 老人虐待的一個案件裡面 他最大的一個所謂的虐待者 就是來自於他自己的一個家庭的成員 甚至往往都是孩子 而這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相信今天以這個嫌犯 他的父母親上來講 一定是一個非常痛苦的一個情形 十年前曾經有毒品的前科 而這十年來 他就任何的一個失業的狀況 那甚至這段時間 如果他有繼續吸食毒品 他的金錢來源為何 有可能也都是家長 家人的一個提供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可是如果說 他今天是一個長期吸食毒品 而產生的一個問題的話 那我們也看到他其實這多年來 他有非常多在社區造成破壞性 甚至已經造成傷害性的行為 所以我不相信這個社區裡面的人不害怕 所以你認為相較於精神疾病 吸毒反而是更重要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目前就毒品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已經採醫療模式 所以我們在整個階段 跟介意的過程當中上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是相信當事人的 可是這裡面必須要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配合 我的家庭成員裡面是不是能夠中斷他的金錢的一個資助 我是不是能夠很確實的去了解 他後續所有的一個叫做介制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根治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如果沒有經過一個長期的樂界 我只相信他按時的到醫院去配合 做任何階段的一個處遇的話 那這裡面上來講的話 我們也後續沒有一個明確的追蹤 如果他今天是在一個就學期間 學校會有所謂的一個配合 這樣子的照顧系統 可是如果說他今天 是一個社區的概念的情況之下 太多的人都是走所謂的醫院的模式 那我們頂多就是警方 他做一個叫做不定時的一個驗尿的過程 可是問題是我們那麼多的警力沒有 所以在整個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還要必須要提到的就是 我們其實有很多的人 家庭當中有成員 他可能罹患了精神的疾病 或是有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人格的問題 可是我們非常害怕 我們甚至會默示 甚至不敢承認 也拒絕承認我家中我這樣的人口群 可是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其實這幾天來連續這麼長時間的下雨 然後到一種所謂人的一個整個的一個情緒 其實會有一些某些的狀況 他其實我們都有看到 他其實有些適應上 或是有更多的憂鬱狀況 或遭遇的狀況 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如果我們家庭的成員 也沒有去做任何的關心 做任何即時的一個通報 甚至久了 他也覺得反正就等他出事了 可是我會覺得說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孟菲姐去年發生北投那個文化國小 那件事之後 其實台北市政府也啟動了 所謂的社會安全 柯P其實也講得很清楚 就是包括他的理解是社會邊緣人 或是說所謂的那個反社會性格偏差性格 這樣子的理解 所以柯P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也談到很多像是社會或社區安全網的這個建立 那我們當然無意去指責任何一個人 因為這真的是真的是無法預防 就是可是我想問的是說 您同時是民意代表 但更重要的是是一位母親 這件事情就政府體系來講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再多做一點 我覺得今天發生這個事情 我想所有的父母是很難理解 也沒有辦法接受 那沒有錯我們最近這幾年 確實發生很多這樣的一個隨機殺人 那甚至像鄭傑這個案例裡面 他更是我們在裡面講到一些 幾乎不在那裡面的 你說他挫折嗎 或者說他失業 他事實上還是個在學的學生 那好像整個的家庭狀況也是很好的一個狀況 但是會出現一個這樣的一個隨機殺人 那個收法又非常殘暴 所以我覺得今天發生這個事情 我有很多的朋友 還有不管是有小孩沒有小孩 他們都會覺得說這個社會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也就是說為什麼這個社會沒有辦法 給孩子一個安全的空間 這個最近臺灣五年來已經有三個孩童 剛提到的是包含那個湯姆熊 還有去年的文化國小的這個幼童 再還有今天的四歲的小女孩 那至於就是說政府到底能不能夠做一些防範 剛提到的一些案例 我們作為民意代表 其實像我自己本身很多的陳情跟服務案 就是父母他有成年的孩子 他可能已經有精神上的疾病 那但是因為他拒絕拒絕去就醫 或者去就醫之後他立刻要出來 所以他最後只好來求助 幾乎是那種哀求的方式 希望我們能夠讓孩子能夠在醫院 能夠多待一會兒 你知道嗎 就是說希望能夠讓孩子 就是他是強制就醫 比如像剛才潘醫師講說 要有醫師要簽他才能強制就醫 或者他時間可以留久一點 像我們都還面臨很多這樣的一個 一個陳情案件 那至於現在這個嫌犯 我本來我得到的訊息是說 因為他過去有吸毒的前科 那麼他曾經在松德醫院有就醫過 但是他沒有領有這個身心障礙的手冊 所以沒有辦法確定 他一定是精神疾病 他不一定是精障者 可是我覺得剛才 當這個訊息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自己就會有一些質疑 第一個他十年前有吸毒的紀錄 他在兩年前是有家暴 對母親施暴 而且我看他那個時間送到松德醫院的時間 是一百零三年 感覺是跟他那個母親施暴的時間是比較一致的 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他有家暴之後 然後發現他可能精神上是不是有所疾病 然後送到那個松德醫院去就醫 那後來是不是有再去回診等等之類 那目前交代不是很清楚 只是說有一次就診紀錄 那所以我們現在 其實在市政府裡面有所謂的就是 這個要建置社會安全網 對於高風險族群 他必須要有一個追蹤 社會局有社會局要追蹤的部分 那麼衛生局還有警察 他們有分屬不同的單位 那我是覺得這個案例 其實我作為民意代表 我覺得我要去理解的就是說 這裡面是不是有漏網之魚 還是說真的政府單位真的利有未待 即便在張開這個社會安全網之後 還是會有一些這樣的個案 他完全不在政府的追蹤之中 然後發生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說 我相信從今天開始 會有很多不同的討論 在司法上的 當然現在提到就是說 現在是不是要不要繼續的要費死 或者說這個政府在社會安全網 他的建置是不是足夠 甚至剛才提到很多 他有些精神疾病 或者他有潛在性的精神疾病 或者他根本沒有精神疾病 只是他是在反抗這個社會 他要用這種等於說宣洩的方式 拿一個小孩這個等於說殺人的發誓 他是作為這個社會的吶喊或反抗 不管什麼樣的方式 我覺得現在至早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付出非常非常慘痛的代價 那我認為每一個環節其實都要檢討 司法的就是政府方面的 那還有我們的在家庭教育 還有我們的社區上面 有沒有辦法給一些 就是說有可能有精神障礙 或者他也許他還沒有到精神疾病 然後給予他的一些輔導跟支持 才能夠降低現在我們發生這麼多的悲劇 不過我們現在問題是我們真的已經付出 非常慘重的代價 太慘痛了 但是我們還找不到真正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 目前有立法委員要提案修改刑法 如果是故意殺害兒童的話 要判處死刑或者是無期徒刑 但是不管是死刑或是處於極為嚴重的疾刑 是否真的可以解決 可以避免我們繼續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 我們來看看真的有方法解決嗎 去年五月男子宮崇安犯下 台北北投文化國小女童歌喉案震驚社會 再回溯到2012年的台南湯姆熊男童歌喉案 當時犯案的曾文青還囂張的說 在台灣殺一兩個人不會被判死刑 結果這兩個案子檢方求處死刑 法院卻都判處無期徒刑 如今又發生四歲女童被砍 國民大立委王玉銘提案 修訂刑法第271條 讓故意殺害12歲以下孩童者 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法案已經復委 他希望司法委員會 盡速排入議程審查 我是從事兒童保護工作 看到這樣的事情 我是完全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希望這個法 在立法院一定要立法通過 我們是不是能夠有更好的一個機制 去對於這些生病精神有狀況的人 能夠有一個更好的處理 不要再傷及無辜 由於殺同案的手法令人髮指 犯罪心理學者分析 這些犯罪者往往社會關係疏離 個性內向 不善於跟成人接觸 心中壓力無處傾訴 累積過多壓力之下 很容易爆發 找尋相對弱勢者的幼童來下手 由於犯罪學上有所謂的抵消作用 學者認為這種殺同犯的心中 也有可能因為某件事情造成罪惡感 想找一個替代懲罰的方式 轉而殺害兒童來接受懲罰 消除心中的罪惡感 卻因此造成被害者家中 一輩子不可抹滅的傷痛 記者陳嘉欣張子佳 王新中台北報導 其實這一兩年我們在討論 這樣子一個隨機殺人事件的時候 我們真的都非常誠心誠意的建議 中央有關的機關 必須立即去做本土型的犯罪調查研究 之前日本其實有針對 所謂的無差別殺人 做了一個所謂的很廣泛性的研究 也做出了一些具體建議 不過那是日本 臺灣其實這幾年來接連 發生這樣的案情 必須要立即去做 究竟怎麼了 為什麼會生病 而如何預防或者是減少 我們來看看之前日本所做的 由日本法務省所做的一個 無差別殺人事件的一些相關研究 就像剛剛潘醫師說的 幾乎全部都是男性 其中五十二個人裡面 只有一名女性 幾乎全部都是男性 但是年紀方面呢 大部分都介於二十到四十歲 再來獨居有二十六個人 跟親屬同居有二十個人 未婚有四十三個人 結婚有九個人 犯罪時的交友狀況呢 二十八個人在犯罪的時候 幾乎沒有朋友 也就是他的社會支持網路 是中斷的 個人背景 典型的社會生活失敗者 求學求職很不利 社經定位很低 親友關係很不好 收入也很低 看起來很平凡 也許是他家的父母親 收入 家庭狀況都還不錯 可是因為長期期望落差 或是心理壓力 突然爆發殺人的意念 那個跟我們路的看 就要恰臉恰紅的那不一樣 你一看就說 我會閃到旁邊 這個是你無法預防 我們來看看 日本法務省做的其他研究 五十二個人裡面呢 絕大部分都有工作經驗 可是犯罪的時候 只有十個人在職 曾經有工作經驗 但是後來失業了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資訊 沒有收入有三十一個 收入十萬塊日幣 十萬塊日幣 我們臺幣就很少了 有九個人 十到二十萬八個人 沒有收入的是三十一個人 那超過二十萬日幣 只有三個人 換句話說他們收入狀況 都很不好 教育程度 中學畢業二十個人 高中畢業十個人 大學畢業有兩個人 這更重要了 二十八個人沒有任何犯罪紀錄 所以你根本查不到 警察局 除非說他之前 有所謂的精神狀況 但吸毒就有犯罪紀錄了 這個是二十八個人沒有前科 犯罪動機不滿自己二十二個 對特定人不滿十個人 我再請教一下謝老師 我會特別強調這個是日本做的研究 但是我們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就是針對說的台灣本土型的無差別 隨機殺人案件的研究沒有 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該不該有一個更明確的一個方向 來試著減少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會覺得其實這些人的殺人的模式 就是跟一些我們稱為的低社會控制 是很大的不同 他們比較偏向在長期的壓抑自己 甚至包括自己權益被侵害的時候 他都容忍下來 所以有人說 road control這些動不動都反擊 動不動暴力 我們很容易注意到他 所以要防犯他 可是over control這一部分 就是說包括他壓抑長期沒有這種成功的感覺 自己覺得是一個loser 長期在獲不到成就感 那他自己就不斷的往內來自我傷害 自我否定 那我們比較不會看到這些人 那這麼麻煩的 我們會覺得這些人給我們警訊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就輸以去注意到這些人需要 也防範他們可能加害我們 可是現在我們應該是 但是這麼講 其實這些症候不斷在出現 只是我們看不到 為什麼看不到 因為他沒有大到讓大家為 眼睛為之一亮 問題這些人在家 本來就是麻煩人物 那家人基於保護他也好 很無奈也好 所以家裡是很明顯有這個症候 不是沒症候 問題外人介入不到家人家裡去 所以在這上面包括外面的資源進不了 那有的家人也怕 我如果把我小孩子 你警察都抓走 別人怎麼講 所以難得可能一兩個我大衣滅親 可是他們內在是很掙扎 所以大衣滅親 這個還外力可以整進去 為什麼 終於警訊別人看到了 那我們現在擔心的是 家裡警訊一堆 可是外力看不到警訊 所以外力都進不了 為什麼他的警訊不那麼強 因為他不是很充滿攻擊性的 他是退縮 接著有一點防衛就打出去 退縮就打出去 哪一天他的退縮少打出去多 他調換過來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注意到他 可是來不及 為什麼 他沒有前科 不是動不動就反擊了 所以今天他 我們找到他犯了那麼大案 其實找不到前科是很可能 為什麼 他早期不是動不動 馬上反擊的 這也就是讓我們社會 對於這樣的人是疏於 長期是疏於去觀察 甚至連症候出來 我們覺察不到 不過微君姐 其實您長期也是主張說 如果是刻意那個凌虐兒童 應該要加重其刑 但是在這個case上 當他在做下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像他的母親所說的 他已經完全失去理智 所以你去立法或政府做什麼措施 其實已經無濟於事 但是我想問的是說 就像您剛剛談的事前那個動作 到底該做什麼 我們當然不可能 現在其實應該有一個體認 你不可能說 從此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 你只能說做很多很多 希望能減少他的一個頻率 可是我們來看看日本的一個建議說 好他做了這樣一個研究之後怎麼做呢 第一個對於有前科的人 要給他正確的處遇 包括改變暴力傾向 包括社會的富貴資源 要讓他回到社會 不是繼續孤立他 整體社會政策是要防止他孤立 要讓他穩定就業 要能夠消除對精神障礙歧視 我很擔心這件事情之後 社會對精神障礙可能會有更多的歧視 如果是更多的歧視 問題只會更加嚴重 而不會更加解決 對自殺高危險群 要進行自殺防治 就您的角度 該可以再怎麼做 我講一個之前協助的一個案件 呼應一下我們剛剛這個 謝教授所說的案件 我在之前接了一個案件 他是這個父親他吸毒 那他的他會對這個媽媽家暴 然後常常會風言風語 那後來在這個他的小姑 家人其實已經有抱過這個 這個家庭這個協助系統進來 但是因為那時候快要農曆過年了 他的父母親不願意在這個時候 讓他的兒子進去就醫 直系血清沒有簽字 他沒有辦法就是讓他強制去就醫 但是他這個小姑 有把一些這個現場的狀況 就是這個吸毒的爸爸吸到 簡直是瘋癲到不行的 他有一些狀況的一個圖片 有給我看 那這些我是不能公開的 那我看了以後我也很驚嚇 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我們怎麼能夠做事不管 那後來他這個 等於是這個爸爸的妹妹 他就跟我聯繫了之後 他問我要怎麼處理 我當時這個案件 我們處理的方式是 就是請 我那時候就聯絡了這個 我們的家房中心 那家房中心也說 必須要他的直系血清 一定要去做簽字 那我要怎麼樣去說服他 老人家捨不得快要過年了 先不要讓他到醫院去 那我只好請這個小姑去說服他的父母 就是說他這樣的情況 我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爆發 尤其在這個我們家房中心 和社會局處 在過年休假期間 人力又會變很少 那過年的時間這麼長 孩子的相處 萬一有閃失 你這個阿公阿嬤你能夠接受嗎 萬一你這個時候 你覺得想要說到過年之後 可是這是不能脫的 我們要教他怎麼樣去跟他的 這個家人做溝通 結果後來溝通了以後 他就覺得說好像真的也是很嚴重 小孩子是經不起他一次性的這個發作 可能小孩就會沒命 後來這個老人家就能夠接受之後 趕快再請社工人員過去 然後強制送醫 我要講這個故事的原因就是 其實我們在很多的制度系統裡面 我們我們到底給社工多少的公權力 社工要處理多少大大小小的案件 我們在人力上面的不足 機構的不足 常常發生的事情 不管是虐童或是一些家庭暴力 我們都一直去指責這些社工 還有家房中心社會局 那但是我們到底有沒有去瞭解 他們的人力上面 還有譬如說要安置小孩好了 根本就沒有安置機構 他要怎麼安置 床位不足的 家庭暴力也是 那像這樣的案件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 就是類似有這個精神情緒狀況的人 我們怎麼樣給家屬一個比較正確的觀念 是不是讓他去就醫 我覺得有的時候 這個有情緒障礙的這樣的人 他可能他就是沒有身心障礙手冊 沒有錯 但是我們怎麼樣讓家屬去瞭解 他未來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 不定時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能是你沒有辦法接受的 當你發現了什麼的時候 你有沒有讓家屬可以去求助的這個窗口 不要有有的時候家屬去抱 可是警察說 那沒關係啦 那你講講的就好了 正式問題 不過潘醫師我要請教你 不管是對於所謂的精神疾病 這我們必須要保留 或者是所謂的反社會性格 對這樣子的可能會犯下所謂的 這樣子的一個罪行的人而言 用所謂的言行俊法 是否可以遏制 或者是減少他犯罪的動機 對於這種隨機殺人 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大 因為我們知道這種 傷人則死 殺人即盜抵罪 這個其實是對那些理智正常的人 你因為會判死刑 所以你不敢為了錢 為了情 為了仇而殺人 可是這一群人他不一樣 甚至更可怕的是什麼 在國外研究這些隨機殺人裡面 有一部分的案例 其實他是怎麼樣 他是想自殺 但是他不敢 他不敢傷害自己 結果他就希望說好 我去做一個慘絕人寰的事情 然後被捉去槍斃 藉由別人的手來自殺 或者說很多人是當場就不跑 他不逃走 而是跟其他人格鬥 當場被殺死 那國外有很多隨機殺人 尤其美國最多 隨機開槍的 當場就自己把自己幹掉了 所以為什麼 所以你說這些人怕死嗎 沒有 有一部分人 反而是因為他可能有情緒障礙 或是什麼原因 他要求死 所以死刑 對這樣的人有沒有用 結果可能是適得其反 他為了 反而是鼓勵他 反而是鼓勵他 我們也看到鄭捷被判四個死刑 這是大家都知道 可是對這些人有用嗎 所以我覺得 那在醫學上什麼叫有用 醫學上什麼叫有用 那我講一個例子好了 我有一個病人 這個這個病人 我還在看印象非常深刻 為什麼 他跟我們之前案例很類似 第一個是他 他是嚴重的 失覺失調 精神分裂症 沒有問題為什麼 因為他爸爸是 他哥哥也是 所以他那個基因的成分 讓他有精神病的原因非常重 第二個他也殺人 把人殺死 而且不認識的人 結果他被判什麼 無期徒刑 被判無期徒刑 真的他在監獄裡面 大概應該有十幾年 後來假釋出來 假釋出來以後 那個好像是那個官戶 官戶員或是檢察官就說 你每個月要去給我看醫生 你要每個月給我拿診斷書來 所以他就乖乖來看診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我非常驚訝 監獄裡面的醫生 有給他吃那個吃藥 他吃藥反應還不錯 可是他吃兩種非常高劑量的藥 一種9毫克 一種到350毫克 反正很重 那來了以後 因為他拿藥過來 我都不敢改 我不敢改藥 我照這樣給他吃 萬一改藥出事情怎麼辦 你知道嗎 我這樣看他看了五年 每個月看五年 看了六十次 都非常的穩定 後來有一天我想說 你兩種藥吃這麼重 都過了五年 應該ok了吧 我把350毫克 減成300毫克 我也不敢減太快 我跟你講下個月 他那個也 他哥哥也是病人 他哥哥也是 就帶他來住院了 他在家裡跟他哥哥打架 然後那幻覺妄想 暴力衝突又來了 嚇死我們了 然後我們讓他住院 住了一個月以後 把藥調回去 又恢復了 之後我到現在又 那個時候到現在 我大概又看了 大概有五六年 又非常的穩定 所以你要講治療 才是最重要的 我要講的是 對某些人而言 不但是要治療 而且要花很多心力 就是說其實他藥都很貴 然後你要很認真的治療 少吃幾次藥都不行 我們講說社會安全網 我跟大家講臺灣做得太差了啦 沒有啦 不要講隨機殺人 請問一下 那些反覆家暴的個案 誰在追蹤 請問那些毒癮的 反覆毒癮的入獄的人 誰在追蹤 請問那些酒癮的人 誰在追蹤 那麼明顯的病人 在社區裡面鬧的一大堆 因為我們都沒有那個社會體制去管的 哪還有辦法管這些隱藏的 這些隨機殺人的人 我不可以理解 就是說潘醫師他這麼說啦 但是我覺得說 我們現在目前針對精神的 這個病人的一個權利 其實我們是相當的維護 那甚至有一些的這個病人的家屬 他們孩子不願意去就醫 可是他希望能夠幫忙協助就醫 領藥回去協助他穩定用藥這件事情 他都不見得在醫療上是合法的 可是如果你怎麼去期待一個精神疾病的病人 他自己可以乖乖的 然後到醫療院所接受診療 而且服藥 所以他是極度需要家人的支持系統 甚至去關懷甚至協助 我們現在目前有這麼多的一個家庭暴力的案件 我們也看到很多是一個 經常累積的一個酒飲 甚至有些是使用藥飲 甚至有些精神疾病的患者 但是問題在這種過程當中上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能夠做的安全網 要嘛就是加強警方的約制 社工人員去家庭裡面 做很好的一個關懷 可是問題是在這種過程當中 就像剛剛潘醫師所講到的 這個所有醫療模式 我們有一個非常穩定的一個 叫做精神的醫療的體系 能夠來支持嗎 我們不見得有 所以我們在談人權的議題上來講的話 其實某些的部分 我們必須再去思考 到底我們應該要重視是 什麼樣的人權 不過洪偉姐我們現在就變成說 這樣聽起來一集就是說 我們還是找不到一個非常明確的方向解藥 可是這好像又是很重要的 包括家庭支持體系 包括社會支持體系 包括對於可能有精神疾病 或者是像是酗酒 或是淹毒問題的人 社會要給予更大的支持包容以及治療 但是就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東西 我們可以做 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就是我們對我們的認知 對於像精神疾病 或者是所謂的社會邊緣的人 或者是他根本就沒有朋友被孤立 或者甚至在家庭裡面 他都是被隔離的 我們其實在這個陳情的案子裡面 有這個家人都跑光光了 你知道嗎 家人都跑掉了 最後只好社區受不了他 想盡辦法找警察 沒辦法找民意代表陳情的 都有這樣的一些案例 那我們這些方面做得夠不夠 好不好當然是不好 但是我特別要提到 因為今天這個案子裡面 就是我們在社會裡面 又開始討論起就是說 要不要費死的問題 那對於這個我們之前發生的 湯姆熊的事件 或者是去年這個文化國小的歌喉事件 那最後因為一審二審他的判決 都是認定他有精神上的疾病 所以通通都是維持無期徒刑 那你必須要考慮這個是一種 就是說受害人的家屬 還有很多一些民眾的觀感 因為在湯姆熊那個病例 那個案例裡面 當這個凶嫌一落網的時候 他第一個講的就是說 我殺一個兩個人 也不會被判死 而且我想去吃牢飯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講說 暗中出貢 因為他第一個反應是如此 那麼在去年的文化國小的 這個凶嫌落網的時候 他也講到說 反正他說他被關出來之後 他就要去當街友 那他講說這個監牢裡面的這個老闆 比外面的飯還好吃 那結果果然他們都是無期徒刑 那所以在一而三 就一而再再而三 又發生像今天這樣的四歲女童 被莫名其妙的 採決人寰的這種殘暴報紙 而且是 以上節目可在公視網站 家妻服務影音網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家妻讓精彩繼續 偶像劇裡頭的聖女 總是在卸下眼鏡後 一秒變身為大美女 在完結篇與高富帥的王子 攜手奔往幸福 然而現實生活 大抵不會是這樣美滿的公式 紀錄片《聖女真的》 用閨蜜的距離 看望這些大齡未婚女的真實生活 一虧他們的堅強與脆弱 歡疼與寂寞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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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男朋友 一天二十四小時 差不多有十年 六到十八小時幾乎都在工作 我要找個人愛 為什麼要談戀愛 現在其實對我比較是這樣 可能我們都沒有那麼的 覺得自己個人過有很差 所以當你沒有這樣想的時候 你可能真的就遇不到另外一半 我要找個人家 好爆炸耶 好漂亮喔 可怕 世火軸莫名其妙的大爆炸 究竟是怎麼回事了 火鍋燃燒意外大解密 小火鍋的雨火 瞬間引燃酒精蘋果的蒸氣 這就由路蠟燭火苗 通到多離瓶中 揮發出來的酒精蒸氣一樣 火事一路延燒 留言追追追DVD 都市網路商城 期到實際 同步販售中 快來跟我們一起 追追追 請寫出蒙然無知的蒙 只能用 易靜潔 妳說妳可不可惜 還很合耶 老師妳看一下林淳寧的答案 無法網開一面 OK 一字千金 榜中榜 帶您領月 中華文字之美 給妳聽 您現在所收看的是公共電視 支持屬於大家的電視台 一起看見更好的未來